领取免费幼儿家用抗原快筛 现在试用对象扩大咯 泰北市卫生局说明 以往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幼儿 扩大为2015年9月2号以后出生的 学龄前孩童都可以免费领取快筛 今天开始扩大了实施幼儿 家用快筛事迹的一个方案 原来试用的对象是 2016年1月1号出生以后的小孩子 扩大到往前2015年9月2号出生的 学龄前孩童都可以领取 可以到实名制贩售的一些 就是这些点去领取5G的一个 家用快筛事迹 不管是领取或者是购买家用快筛事迹 都是以身份证的单双号来进行分流 所以提醒民众还是要多加注意这个部分 卫生局也提醒我们健康服务中心 12个健康服务中心并没有提供 这样子的一些贩售服务 如果有需求的民众 其实有药局、药妆店、超市、卖场等等 也有自费的在贩售 台北市卫生局在这边呼吁 虽然我们确诊的人数持续一直有在下降的情形 仍然要提醒我们的市民 就是要遵守相关的一些防疫的规范 做好勤洗手、戴好口罩 那持续维持社交的距离 然后符合施打疫苗的就赶快去做施打 然后以强化我们的一个自我保护力 做好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 那相关的疫情可以到我们COVID-19的疫情专区 去做一些那个查询 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防疫专线2375、3782 或者是1999的市民热线来做一个询问 曾购买过实名制快篩的孩童 6月30号前可再免费零去一次快篩试剂 若是政策实施时 尚无健保卡的新生儿 后续出生者可再拿到健保卡后零去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